啊 有人嗎 夏你沒事吧 哎 媽 你谁啊 你干什么 我抱紧了 你要干嘛 文蛋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你在这儿我叫人了 我抱紧了 你放开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放开我 对不起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我来帮你控制控制 喂 简小姐 一百万手术费现今晚交起 不然你妈就等死吧 我 没有密码和合度的黑卡 你不是要负责吗 就拿这张黑卡负责吧 就当是你赔我的精神损失费 和医药费 啊 叶总 给您下药的人查到了 是大少爷 知道了 行不管他 刚才有个女人在这里偷了我的东西 去查监控 决定三尺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医生 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请马上给我妈妈安排手术 可是 病人家手术放弃治疗 刚才已经把人接走了 谁把我妈妈接走了 简熊天把我妈交出来 你这什么态度 我可是你亲爹 亲爹 三年前你为了小三把我和妈妈赶出简家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断绝负你关系了 混账东西 再怎么样 我许你老子 除了暴力你还会什么 说 我妈到底在哪儿 哟哟哟 这么没教养 还想不想救你妈那个贱人了 你把我妈怎么了 你把我妈怎么了 天气这么热 你妈在冷库里乘凉呢 就这冷库啊 温度太低 不知道她能坚持多久 有什么事冲我来 放了我妈她会被冻死的 放了她 也可以啊 就看你听不听话 你说 你让我怎么做 你去替你妹妹嫁给叶家 那个扫板兴 叶家人又不少 你让我嫁过去 你不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叶家只说 娶我减价千斤 又没说哪个 你赶紧抓紧时间收拾收拾 叶家一会儿就来接人 叶老夫人 我是您的孙媳妇简白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你干什么 缺缺晦气 我们叶家有叶少卿一个扫把心还不够吗 又来了一个寒酸的东西 叶老夫 我老公让叶氏每年挣几十亿 叶家能有筋铁 你能养尊储優的在这耍老太君的威风全靠他 请问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 呸 一个保姆生的孩子 也配当我孙子 你看上去好狼狼哦 有空管别人 不如自求多福 上亲哥哥只能是我们 敢和我请 都得死 不知道妈妈在医院怎么样了 电话也打不通 谁啊 我是叶少卿 听说你的腿受伤了 我来给你送点药过来 没事 不用了 伤口很小 谢谢你在奶奶面前维护我 我会想办法 让爷爷取消这桩婚事 还你自由的 真的吗 是你 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钱我会还给你的 少壮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钱的事 放开我你这个金兽 那天差点冒犯了你 是我的错 那张黑卡可以作为补偿 但你不该偷拿那件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戒指 什么戒指 我没见过 蓝宝石戒指 沾着血迹 你什么时候把东西给我 什么时候解除婚约 叶总 暗中搜过检架 没有发现戒指 应该是被那个女人藏起来了 那是你母亲的遗物 要不要和少夫人说明一下 她来叶家动机不明 叶家的事情 她知道的越上越好 定情了 是 起这么晚 还真当自己是来当少奶奶的 没有教养的东西 谁让你上桌的 奶奶 我是叶家的孙媳妇 坐这儿没问题吧 你敢顶撞长辈 曼妮 给我掌她的嘴 放肆 曼妮 曼妮是我叶家的贵客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说话 奶奶 曼妮就不敢待在这儿 你放心 奶奶给你做主 来人 给我上加法 你敢 你敢 我来 你 你个贱人居然还敢躲 给我按住他 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躲 这下我一定要划了你这个狐狸精的脸 你在干什么 少亲哥哥 你也找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奶奶 奶奶 我见您是长辈 可我的女人 也不是你随便能动 我们走 好了不用再演了 他们不在这儿 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叶家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劝你 赶紧把戒指拿出来 你以为我想和你这个禽兽生活在一起啊 我真的没有拿什么戒指 开个架吧 多少钱都行 我说过我没有拿 简小姐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让助理调了附近的监控 这是监控视频 怎么不狡辩了 我不是故意的 再说 如果你不做那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戒指也不会丢 我那是被人算计 神是不清 我也稀里糊涂的 流氓 大小姐 好像是你亲的我吧 不要脸 接着我会找到还给你的 夫人 夫人 你个车里爬外的东西 谁让你把它放进来的 我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吗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和简家已经没关系了 我也没想在这里待 站住 李妈 给我搜她的身 你要干什么 谁知道你 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赵秋兰你别太过分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妈后续的医药费 还是我们简家宰出 李妈 快搜啊 夫人没有 看好了 我没拿你们简家一分钱 大小姐 其实做完手术后 她和老爷 就没再管过夫人死活 更别说买药了 什么 赶紧起来 不交钱 别占什么床位 起来 出去 妈妈你没事吧 你干什么 我妈妈是个病人 少啰嗦 这是医院 又不是慈善机构 住院费医药费 哪个不要钱 多少钱 不多 三万块 穷鬼 没钱费什么话 赶紧滚 小白 妈好了 可以出院的 你看 好了 开个下吧 多少东西 叶少青 想要戒指给我三万块 可以 我现在过来找你 不行 现在戒指不在我身上 明天 明天我一定把戒指给你 但是钱 你必须现在就给我 可以 钱等会就在这 都是妈不好 妈连累了你 妈 你别这么说 我在叶家过得挺好的 婚姻大事 是一个女孩子 一辈子的事情 你喜欢那个叶家的少爷吗 你喜欢那个叶家的少爷吗 喜欢啊 他对我可好了 刚才钱就是他转给我的 你看 那就好 那就好 妈 这个苹果你拿着 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大小姐 我翻遍了整个剪夹 也没找到 您说的那个戒指啊 都怪我 那天不应该把衣服乱扔的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二小姐回来过一次 她动过您那些衣服 简爱 姐姐 姐姐 你是不是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真巧 正好我捡到了 你在哪儿 就像一个人 你不可以带到 你不可以带到 我带到 我带到